哈喽,处女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 从5月16号到5月31号的双中能量运气排卡解读 那请记得这是一个大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呢,去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有用的讯息,这样就可以了,好吗 那请记得能量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呢,它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流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事件 我会建议你除了回去几周呢 去看一下这些影片 你会比较清楚故事的轮廓之外呢 包含能量它也是会互相对调的 那你也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去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任何的时间 你可以去点选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标题 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也是OK的,好吗 好,那在那个新来的朋友们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你把我这个前面的开场听完的原因 是因为通常频道有最新的更新或活动 我都在前面告诉大家之外 最重要的重点是每一个星座在开场 都会有一个开场讯息 我会先看看天使或宇宙 有没有什么样的开场讯息 要先给你一个建议 那我们就会在前面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IG的朋友们 欢迎你来追踪我的IG 因为除了你可以跟我有及时的互动 可以来共同决定广播的主题之外呢 我在上面也会分享很多 我生活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心灵短语 你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到IG找我 好吗?这是最快找到我的方式 OK,好,那那个 今天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是 我已经买了这个桌垫 你们可以跟我反映 看这样是不是洗牌比较没有那么大声 你们可能听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稍微有一点 觉得有帮助可以让我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人呢 问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洗牌 或者是为什么不先预抽牌卡 可以节省时间 那我们也不用听到洗牌声音 首先我先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特别是心爱的朋友 我告诉你我解牌模式是什么 那其他相关资讯都在我的资讯栏 麻烦你们去看 找不到答案来IG问我 绝对没有问题 OK,好,来 重点是 为什么我要洗牌呢 原因是因为 通常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设计这个解牌模式 原因是因为 我会希望我手上这副牌卡 抽过去现在未来三张 三组牌卡 那我也会抽你所面临的这个挑战 还有未来这两周 你可能暂时看不到 或者是可能会遇见的事件 那为什么会用 现场 比如说抽牌的原因 是因为 没有办法去避免抽牌的这个声音 是因为呢 我用完这一第一副牌卡 做完解释之后呢 我会用另外一副牌卡 来做验证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收听这些讯息的人是你们 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公正 很客观的一个方式 原因是因为 你们是收听讯息的人 这个讯息是要给你 不是给我嘛 我的工作呢 就是传递这些能量 跟这个讯息 给需要收到这个讯息的人 那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只抽一副牌卡 很简单 第一 我很节省时间 我预抽牌卡 更节省时间 其实影片可以八分钟就结束了 类似这样子 可是我会觉得说 这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还有 讲简单一点 为什么我一个人 抽完牌卡之后 我就可以凭自己这样 我就讲 就是这样子 我到底凭什么 可以自己断定 就是这样子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这并不公平 也不客观 所以我才会洗牌 现场起牌 请这个宇宙印证牌卡 来做一个双印证的这个动作 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会看到重复的牌卡 这就是宇宙特别要告诉你 非常重要的讯息 或者是你会看到 这个牌卡 为什么会互相关联 这也是宇宙要告诉你 哪边 你可能要特别 给你一个提醒 会让你注意一点点 有什么状况 可能会出现 可能会发生 可能你必须要去改变什么 类似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我一定会现场抽牌 除非 除非像之前 有一支是做的影片 我没有用我传统的解牌方式 因为是 原因是因为 宇宙教我这样做 我就是按照我的直觉 因为我读牌卡的方式 就是直觉式的读 读法 是这样讲吗 直觉式的读法跟做法 所以除非 他们有给我另外的 比如说指引也好 比如说告诉我 今天可能要怎么做 怎么做 对这个星座比较有帮助 那我就会改变我的方式 除此之外 我不会改变我任何解牌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接受 我只能跟你说声抱歉 但是也请你理解跟尊重 OK 好吗 那 我会尽量把牌拿到旁边洗 尽量让它的声音小 声一点点 但我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如果你觉得 洗牌卡的声音很吵 请你按快转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小 请你戴上耳机 好不好 我会尽量的去提升影片的品质 但是我们就互相协调 你们给我建议 然后我也来慢慢做一个改变 OK 以上就是要告诉大家讯息 好来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 这个处女座的能量排卡解读 那今天要给处女座的开场讯息是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两周呢 我告诉你 我读到的这个能量 是有点像是 你们越来越有自信 这个自信呢 不是说你变漂亮了 所以你很有自信 这个自信是有点像是说 你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个平衡有点像是说 比如说你生活跟工作的平衡 理性跟感性的平衡 或者是你觉得说 你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这种平衡 或者是别人没办法来影响你情绪的这个平衡 你的能量是很具足的 你很清楚知道说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很明白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你很清楚你要的条件是什么 要求是什么 需求是什么 类似给我这样子很 我觉得很稳定 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的一个感觉 这是这两周的能量场 给我一种 我觉得哇 你看到这个人 你会觉得哇 这个人好像散发着光芒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自信是由内而外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你对于 你的工作部分 你觉得你发挥的很好 所以你特别有自信 OK 好吗 好 那第二个讯息是 我觉得保持这样的情绪 跟这样子能量场 然后他们说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原因是因为当我们每个人能量在很好的时候 我们去帮助更多人 让身边的人 比如说去受到你的 比如说正面感染也好 正面影响 当然是不要感染那个病毒 我的意思是说 去感染这个开心欢乐的正面情绪 去分享给别人 他们说当你去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更感觉说 哇 我更充满自信 因为我好像有能力 我有办法去付出更多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宇宙 要告诉你的讯息 我觉得我们就多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第三个讯息是 我看到的是头发 如果你最近有可能想要去做头发上面的改变 比如说减发 烫发 染 头发 anyway 我觉得很适合 你就去吧 好吗 你就去吧 我觉得你会遇到很好的 发型设计师会帮助你 OK 这是特别 很特别一个讯息 那另外是我有看到有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们有戴项链 那这个项链是很像心形的项链 就是比如说爱心型的 比如说怀表 爱心型的水晶怀表 我好老哦 谁还戴怀表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那个就很像怀表 就是爱心形状的东西 比如说爱心项链 然后anyway 反正就是这样 好不好 我有看到有的人是戴这个东西 这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你有这样的饰品 那他们有特别说 如果没有爱心型的什么项链 没关系 什么手链啊 耳环啊 或者是比如说anyway啊 你的服装上面有这个爱心型的东西 我觉得你好像这两周 很适合的这个图案是爱心 I don't know why 但是就是 就是这样 好不好 他们告诉我什么讯息 我就告诉你 也有可能你有很多爱心的饰品 那你就拿出来用吧 好不好 他们说这个讯息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直接 进入我们这个牌卡截图 好不好 好 我觉得蛮好的 这两周的能量非常去好 OK 不好意思 我刚打牌打很大声 是他们叫我打的 我不是故意要让你耳朵爆掉 好不好 不是要让你爆麦 OK 是他们叫我打 我就这么做 我觉得会有他的用意 OK 好 来吧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好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有自信了 处女座的朋友 好 好 来直接进入吧 我今天 这个牌卡 好 没事 我正在当落我的讯息 你们不要管我 有时候我就是会自言自语 好 OK 这两周 处女座的朋友们遇到的挑战 是这个保健期 那在过去 现在 未来 分别 这是这三组能量牌卡 那在目前 未来 或者是 你看不见 或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是这个 不要害怕 是这个塔牌 超恶梦们出现了 好 不要紧张 我刚刚前面讲的 你们好像顺风顺水 然后看到塔牌 整个人就人羊马翻 马上哭了 这样子 那泪水就从眼角掉出来 好 OK 好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 这个能量的这个解读吧 好 寸女座的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 你很有自信吗 原因是因为你度过了一个 我觉得并不是很平稳的状态 这个不平稳的状态 有可能是经济 有可能是心情 有可能是情绪 有可能是 比如说工作 随便 请你套路你的状况 所有在我的能量牌卡截图里面 都请你们灵活运用去 套路你们的状况 去思考 套路你们适合的形容词 OK 我没有办法去叙述 所有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去表达出来 OK 好 这个过去就是 比如说 你有一个合伙人 他背叛你了 或者是比如说 他 我们每次都要讲 卷款潜逃 这样会不会 没有人看 一天到晚举这个烂例子 OK 反正我就是要用 你知道吗 例子总是老的好用 就跟妹也是老的好用 好 反正呢 就是这样啦 假设你有一个合作伙伴 亲民套用自己的故事 他呢 可能以前背叛你 卷款潜逃了 OK 这件事情 造成你很大的震撼 你说 哇我的天啊 我这么信任你 结果你做出这种 背叛我的事情 我的天啊 我到底以后要如何 去相信这个人 然后呢 在过去 过去 这边有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 这件事情发生在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但是你心里还惦记这件事情 第二个情况是 这件事情发生在 不久之前 OK 我指的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是 一年前两年前 三年前四年前 OK 那种很久很久以前 那我说最近 有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 好吗 基本自行去掏入 你们的时间表 OK 好 那这件事情的发生 造成我刚刚就有讲嘛 你可能心痛 伤心 难过 请你去套用自己的形容词 那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 请注意哦 也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件事情 你找回自己独立 自信的那一面 OK 这个独立呢 就是这个 聖杯酒 这个自信呢 就是这个前辟女王 OK 所以你因为这个事件之后呢 你成长了 你改变了 你成熟了 你领悟了 你学习了 所以你找回你自己 独立自信的那一面 这就是过去的能量场 我一直觉得 你们能量很好 就是在这边 OK 但是这边 这个保健三 你不用担心 这个保健三是代表 你过去经历的这个事件 带给你的 这些负面情绪也好 或者是伤痕也好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达到了 自我的自信跟努力 那在现阶段的能量场是 我觉得因为 你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现阶段 可能不管 请你自己去想 你是在工作呢 感情呢 事业呢 友情呢 亲情呢 哪方面 请你去想一下 好不好 你觉得有点滞留 请你去朝向 你觉得特别滞留的 那个主题 OK 比如说 你跟你父母亲 很久没有良好的互动 你跟你的合作伙伴 好久没有沟通一下 你们未来的计划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好像很久没有约会 请你们自己去讨论 你们的状况 OK 你觉得这个停滞的状况 停滞的状况 你是很有自信的 你现在各方面都很OK 但你觉得这边 有一件没有解决的事情 OK 你想要有一个解决机会 你想要跟这个人 进行一个改变 OK 但是你还没有想到 一个好的方式 OK 比如说 你很久没回去看爸妈了 然后 可是你最近真的工作了吗 没有办法回去陪他们 比如说你跟你这个对象呢 就是比如说你们关心停滞很久了 最近互动比较少 但你想要跟他 比如说 重燃爱火好了 但你还没有少到一个实质的方法 类似这样的感觉 但是在未来的部分呢 我觉得你就是在思考 我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好像是 怎么讲 放在那边烂 你懂我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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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件事情要改变了 你知道你应该要做出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做法 什么改变 这个就是像我 我感觉前面就是 有这个能量就是 你必须要干嘛 干嘛 干嘛 然后这件事情就会被推动 你懂我意思吗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这件事情是需要被改变的 因为你有这个 保健骑士跟这个权杖骑士 两个都骑马的 你有两匹马 OK 好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知道说这个东西要被改变 所以你在想怎么做比较好 最后你提出了一个实质上面的改变 还有 因为你提出了这个实质上面的改变 也就是这个 前必试者 你做了一个改变之后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来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时机 但是这个完美的时机 他们叫我拿这个给你看 这是一个塔牌加上完美的时机 这个塔牌不是不好的 这个塔牌是好的改变 所以我叫你们不要怕 OK 这是一个完美的时机 去做出这个改变 但是你得付出实质上面的行动跟改变 就是你拿出来这个解决方案啊 是要能够看得到的 要能够摸得着的 OK 就是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就说 我很忙 你妈打电话给你收拾 我没空回家 这个时候你就说 老板不好意思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回家 看我的父母 所以你为了要回家 然后请个假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真的可以去了 这个就是实质上面改变 看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你觉得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这个最近感情就是很低迷 OK 你就是特别去约了一个浪漫的餐厅 选了他最喜欢的花 准备他喜欢的礼物 这就是一个实质上 可以看到的改变 OK 所以我觉得 你最近自信各方面 我觉得你慢慢找回来了 也有可能是说 你可能遇到一些事情 让你充满自信 我觉得这个 anyway 反正你自己套用你自己的状况 OK 好 那这两周的挑战是 我觉得 我觉得 为什么是这个挑战是 这个保健七 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这个状况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过去发生这件事情 让你曾经失去自信 跟独立的这个东西 这个回忆 这个过往 其实在你心里 多多少少纠缠着你 那纠缠着你的过程当中 影响了这件事的停滞 这件事情之所以 为什么停滞 是因为这个保健三 也就是说 这个关系为什么停滞 是因为可能这件事的阴影 这件事的影响 这件事带来的后果 所以造成你 可能你不太敢前进 你懂吗 就比如说 假设你以前被劈腿了 现在有一个好的对象要追你 你害怕要死 你怕他在劈腿 类似这样的感觉 OK 所以我觉得你这两周的挑战 就是有一部分是 你现在好像在这一方面 工作很好 可是在感情这一方面 有新的追求者 但你怕你要死 所以我觉得 你其实是有自信的 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阴影 这些伤害 这些过往 可能隐隐约约的 牵动你的心吧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 牵动你的心 所以这是这两周 你的挑战 但你也知道 如果你再次接受 这个挑战 你就可以突破 这些所有的东西 这是一个完美的时间 去把这个塔牌炸掉 那这个伤心你的 不是伤心你的 让你伤心难过 阴影过往的这些伤痛 等等之类 anyway 他就会 他们跟我讲 你就能够真正的 有一次机会 借由这件事情的发生 跟改变 你就会战胜它 这就是他们跟我讲的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们很有自信 但是这个阴影 或什么东西呢 可能迁就着你 即使你现在看起来 表面很有自信 很有独立 然后又让人家觉得 你好像 哇 你好像就是 你走在那个石韵上 你懂我意思 但是你自己知道说 这边有一个东西 可能在围绕着 好吧 大概就是这样解释 好我们来看 宇宙的验证牌卡 前面讲了八百遍 讲太久了 OK 来来来 请你注意看 你这个保健器验证牌卡 是这个前必杀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解释 太完美 perfect 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是 这一件让你觉得很伤心的事情 你害怕它重蹈覆辙 或者是它隐隐约约牵动你的心 或者是它隐隐约约 可能会影响你的决定 OK 类似像这样子 你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下功夫 比如说你就是恐惧 这个劈腿男 之前被劈腿了 我被劈腿了 那现在这个男生在追求你 他看起来好像人很好 对你好像也很有心 接受你上下班 带你吃好吃的 送你花 送你礼物 看起来好像真的对你很有心 像这样 可是呢 你以前被背叛的这个感觉 隐隐约约 还是会出现 我好像还没准备好 我好像还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人 我好像怎么样 请你自己套入你的小剧场 OK 好 那我觉得你要干嘛呢 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前必杀 这边有一个保健杀 你得去 这个叫walk on it 就是有点像是说 你必须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你才能够克服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保健期是你的挑战 你不能逃避 你得在你觉得这个可能过往有一些状况 或有一些事件让你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告诉你 你也不用想要太夸张 好不好 这个呢 是我有讲套入你们自己的情节 过去只是你的朋友偷了你一百块 或者是借了一百块不还 就这样而已 然后你就觉得我再也不相信别人 我再也不想要借情给别人 其实有可能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们不要把它想到太复杂 OK 所以我觉得你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适者要去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们好像适者要去解决你们内在的一些什么东西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你这个验证牌卡 给我们处女座的朋友 在过去的这个能量有什么样的验证 好吗 哎哟 走飞去哪里 你们有看到吗 那个牌卡 用飞的 好 这个是影视 这个是权杖适者 等我一下 我得剪另外那张牌 好了 这个保健食没有错了 好了 来哦 来 我给他训你 好 为什么你这么有自信又独立 可是这件事情隐隐约约牵连着你 来 你看一下吧 你为什么会被牵引 这个影视牌 是印证这个保健三 你在看过往这件事情 到底还要困扰你多久 到底还要阻碍你多久 到底还要在你心中 对你造成有多大的影响力 到底几百万年 你才可以放下这件事情 好吗 这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那这边抽到的是保健食 保健食 跟这个呢 权杖适者 你要干嘛呢 这个保健食 就是你过往 他们说叫我再拿出来给你看 你过往曾经被这些经历 被折磨 被伤痛 会阴影 anyway 这件事情你已经打算放下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虽然它是保健食 但这个女生在朝一个新的方向 她想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她想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能够去消化这件事情 她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能够把这件事情 有一个转变 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行动 能够去放下 过往这些东西 为什么放下 你看这边 那个权杖适者 她就是想放下这些东西 所以她把这个顾忌 把这些 这个棒子哦 这个棒子他们说不是什么权利的东西 这个棒子他们告诉我说 这件事情影响了你 导致于它 不管你在做什么行为 或者是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你都会去想到这件事情 隐隐约约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隐隐约约 你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可怕 好像这样子 不行 你懂我意思吗 我好像还没准备好 类似这样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想把这个东西 有点像是说 影响你的这个影响力 你想把它抛出脑后 因为这个宝剑石是你已经准备要出发到一个新的目的地也好 新的开始也好 因为宝剑石过后就是宝剑一 代表新的开始 你想抛下这些过往 好不好 这就是很简单 那以新阶段的能量场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怨生牌卡 是什么 好 三丢 好的 来 你分别抽到的是这个钱币女王 哇 然后抽到这个黄 我参讲黄上牌 管他的 我就是讲黄上牌 然后呢 还有这个钱币四 好 OK 我刚刚是有讲 你是很想要这件事情有一个解决办法 可是你在想 你在想 我怎么样做好 你在想 但是你是真的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真的想要有一个 这个动力向前进 但是你在想 我怎么样配套措施做的比较好 我怎么样部署比较OK OK 好 那这三件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钱币四吗 你就是在想啊 那钱币四印证这个 钱币七 你在想怎么做比较好 好 但是这边有一个感觉 让我像是像这样子 好 这样解释给你听 假设 好 我们不要举那个卷款潜逃的伙伴好了 我们再举 劈腿男人举过了 不然这样 举那个欠钱不还的朋友 好不好 比如说 你很有钱啊 你每次都借你朋友五百块 五百五百五百 借到最后变五千万了 好 类似这样 这个朋友从来不还你一毛钱 你就会想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 但是你有在想说 那我要把这些资源 抱在自己的手上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想受到伤害 你懂吗 但是 我想解决我这个心理的这个创伤 我刚刚那个 这个例子有点烂 拜托原谅我 让我重新举例 好吧 什么借到五千万 这也太夸张了吧 好 OK 我不管 我就举这个 嗯 好 我们来举一个被劈腿的女生的故事 就重复用同一个故事 好 这女生被劈腿了嘛 在过往这个伤痛 隐隐约牵制了她 但她知道她放下这个伤痛 但她想 她正在想 我怎么做会比较好 可是呢 前提是 你看她还抱着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她在思考 我怎么样把这个 我心中抱着这个伤痛 隐隐 伤害 愤怒放下 好 这样子比较好解释 好 我以后来是不要自己乱想这个法子 好了 所以呢 这个隐士牌卡就是 你在想啊 你在想 这四张牌卡 我觉得就很明显 你在想 你在想 放下这个东西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放下 你在想 你在想 怎么样放下这个东西 OK 好吗 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几张牌卡 我就先放下 好的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呢 前臂女王 出现这个皇帝牌 你知道吗 这个前臂女王 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哦 重点是 为什么我要拿出来给你看 原因是因为 在过去的能量 你已经抽到一个前臂女王 你是一个自信 有独立的女性 那在现阶段的能量 你又抽到前臂女王 前臂女王验证前臂女王 你虽然对 没有错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隐隐约约 好像有一点阴影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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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听我说 你是有能力 有自信 去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 你只是 还在找 这个方法 好不好 就这样子 很简单而已 你在过去到现在 你是想面对 这件事情的 你没有想要逃避 这个课题 你没有想要逃避 这个伤痛 你没有想逃避 这个你放不下的包袱 你是想解决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国王牌 你去想 这个国王就是在想 我该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 国王你注意看 国王是一个操纵 他们叫我给你看这边 这个是一个旗字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这很像西洋旗的东西 我不管它是西洋旗 但是他们叫我讲 这个是很像西洋旗的东西 他们说 你看 这个国王在想 我下一步旗 要往哪里下 往哪里走 我才可以有胜算 我才可以把这些 我想要摆脱的东西放下 我要怎么样做 我才能够 比如说把这个停滞的状况 能够让它流动 向前推进 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对方看得到我的改变 我要怎么样 能够帮我自己走出这个阴影 我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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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现在正在盘算的事情 这两张牌卡是互相回应 因为手上这个旗子 接下来下一步怎么下 对你来讲很重要 好不好 这就是他们要我跟你讲的事情 OK 好来 在未来能量场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样验证牌卡 好不好 真的洗牌 真的蛮吵的 初女座的朋友 我告诉你 你真的走在对的道路上 不要害怕 我们刚刚是有讲 你注意看哦 这个牌卡我先不要翻 我先把这个放在这里 这张我先给你看 近看一点 这张也是前壁漆 OK 这张也是前壁漆 刚刚我一直拿出来这张 OK 好来 请你注意看 我要用直的 你自己看一下你的走向 前壁女王 走到前壁女王 这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 前壁漆 走到前壁漆 这是现在 跟未来的能量 其实你一直走在这个进程 你有发现吗 我有自信可以面对这件事情 只是我在想怎么做 那我现在想要怎么做 我未来也在想怎么做 因为我想要他有一个 比如说顺序也好 比如说这个先做 那个先做 才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得先搞定我的工作 我才能够去追我想要追的女生 比如说我得请假 我才可以回家看我爸妈 比如说我应该要怎么样 我才可以怎么样 你是有在想这个架构的 你是有在想这个架构的 或者是比如说 我应该把我的资金放在哪里 然后我得把我一起 投资失派的这个恐惧方向 阴影方向 我得怎么样 聪明的分配我的理财 我的资金 然后我该怎么做 怎么做 你懂我意思吗 请你们自己去套用 我没办法讲到你们 所有的人的例子 你就是这样 我觉得前壁漆跟前壁漆 就是代表你在思考怎么做 而且你是想要提出一个 实质的方法 这也就是这个前壁试者 那接下来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走在对的道路上的原因 是因为你抽到的验证牌卡 是死亡牌卡 另外一张牌卡是圣碑骑士 好来 请你注意看 来 跑去哪里 牌卡太多 自己遮起来 这个是我从现阶段 能量场去拿来的 请你注意看 你现在在干嘛 你现在是万事俱备 直欠东风 为什么会这样解释 这个是保健骑士 这个是圣碑骑士 这个是权杖骑士 OK 所有的骑士都在这里 还差一个骑士 就是钱币骑士 OK 好吗 好 你知道为什么你缺一个钱币骑士吗 原因是因为 你看你这边有一个钱币试者 他还没有变骑士 他现在还是一个试者 原因是因为你知道说 当你要做这个改变的时候 你手上这些钱币在这里 对不对 钱币女王各有一颗钱币 钱币漆也有很多钱币 你想知道你怎么样同路比较好 所以你的动作有点慢 好 慢不是不好 慢代表说你是有规划性的 你有计划性的 你很清楚 你想要做很扎实的改变 做很实质的推动 所以你现在只是一个钱币试者 你不是钱币骑士 你懂我意思吗 这也是为什么这张不是骑士 OK 好 那为什么你有这个宝剑骑士 还有这个宝剑 圣杯骑士 还有这个权杖骑士 说到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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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怕 OK 搞什么鬼啊 哪有人家同时冲到这么多骑士 气死我了 好 你知道吗 刚刚还有另外一集 抽到四个S 我真是被你们打败 我不知道是哪个星座 应该是金牛座还是什么座吧 反正你们有兴趣去看 我真的也是傻眼 是宝剑一 权杖一 圣杯一 什么一 这样脚到我舌头都打结了 好 Anyway我们回来这里 好 你知道你这边全部都是骑士 那你现在为什么会一步一步 吻杀吻打的去走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你很清楚知道 你能够做到什么东西 其实你很明白 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也知道说 我未来接下来规划怎么做 我一定会做得到 你知道吗 这些都是你的冲动 比如说假设好了 嗯 sorry 我打了一个格 sorry 比如说假设好了 嗯 你要投资这个案子 对吧 你以前可能投资失败 这个可能是你的阴影 其实你知道 你很理性的做出这个判断 就投资这个标的 你充满热情去做这件事情 你马上就去开个户头 重新设立一个公司 这件事情 说实在 马上就可以推出了 你懂我意思啊 可是 可是 你把这个最重要的钱 就是你要投资的钱 我现在是随便举个例 你要投资的钱 你是很谨慎保守的哦 你以前可能是一夸下海口 就啊 我投资了两亿 你现在就觉得说 我先投资两百万 好不好 所以呢 你这边只会是一个钱币适者 你现在是走稳扎稳打型 因为你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再过分的 比如说犯下 比如说错误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有失误也好 然后造成一个错误或失败 或者是你不想要看到结果 所以你希望 虽然你充满这些热情 但你希望能够稳扎稳打 而且特别是 特别是这边有个讯息是 你希望能够把你的所有的人事物资源 分配得非常的恰当 你是在做一个长远长期的计划 这边是他们要我告诉你的讯息 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 你能够做到 当然没有问题 你处理做这么有规律的一个星座 对吧 那为什么这边会抽到一个验证牌卡 就是这个死亡牌卡 在未来的状况 原因是他们要我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办法自知死地而后生 把这个阴影放下 然后按照你想要的这个规律 按照你想要计划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去实际付出一个实际的行动 去面对去改变去付出 然后去调整这件事情的话 这件事情最终就是宣告死亡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死亡下面还有一个重生 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你克服了你自己的恐惧 克服了这个保健三的这件事情 你就是这样子慢慢不疾不徐的这样做 你就会得到重生 那为什么这个塔牌会出现 原因就是这个塔牌 到底是会变成死亡 还是这个塔牌会变成重生 由你来决定 OK 但是我读到的能量是好的 我读到很多处女座的朋友们 是选择重生 OK 你没有想要放给它烂 好吧 就像前面我讲的 你不可以放给它烂 所以呢 你选择这个塔牌 你宁可打掉重练 或许会有点辛苦 你得重重再来 可是你愿意让它重生 打掉重练 OK 所以我这边读到的能量是 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灵魂现在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 等一下 一样有天使相反来解答三个问题 好不好 村里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如果现在正在面临什么事 或面对你自己恐惧或阴影的话 勇敢的去面对 好不好 不要害怕 你现在正在好运的路上 好不好 我觉得你们这几周的能量场都蛮好的 要把握机会 人呢 如果运气来的时候 要尽量赶快去做很多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司机 所以我觉得不管 不管你在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觉得请做出你觉得对你自己有利 更好的决定 你现在灵魂在学习的课题是诚实 OK 你知道吗 他说我没有办法永远去期待 这些事实会从别人那边得知 但是我可以期待 我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真相 从我自己得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好不好 来这个事情的真相 他们叫我给你看这个 保健三 OK 这个事情的真相是 你这个恐惧 这个阴影 或你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或你没有办法面对 或你不想面对 也好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得对你自己诚实 OK 比如说 你就是真的不想要跟你的朋友 表示这个 表面和平 你就是不想借他五百块 类似这样子好了 那你得对你自己诚实 我以后再不借钱给别人了 因为我曾经有借钱不还的这个经验 好 我以后绝对不再借钱给别人 你得对自己诚实 你得做出一个实质的改变 或者是 我以后改变 我只借别人一百 我再也不要那傻乎乎 每次都借别人五百块 这样我损失少一点 类似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也得诚实去面对 比如说这个心痛 你就是被别人劈腿很多次了 那你真正 要对你自己诚实的事 你是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处理好 过去 这个比如说 被劈腿的留下来这个伤痛 或者是友情的背叛 或者是 比如说 你的父母从小对你不疼爱 你的怨恨嫉妒恨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你要对你自己诚实 勇敢的去看见你的伤痕 勇敢去看见你不想面对的一些东西 勇敢的去对你自己诚实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在纠缠着你 隐隐约约 影响了你很多 很多 你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决定 或者是行为 或者是习惯 好吧 这个是他们要特别告诉你的一个讯息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天使下凡贼解答 一首三个问题 好吗 那问题跟问题之间 如果你觉得 就是太快的话 请你按个暂停 好吗 那我会请天使跟宇宙 拖出三张牌卡 针对你现在的能量场 去看 为什么这个蓝是叶子 叶死 不是叶子 叶死 或no 叶死 我还唱一歌 好 OK 你知道吗 话讲久了 就是为大姐 我会帮你解读 这个能量场 为什么答案是yes 为什么答案是no 但请记得 你永远可以随时随地去改变你的选择 你有自由意识 这个答案随时会变成更好的一个结果 OK 好 来吧 好了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天使来下 天使来下凡 这是什么 天使下凡来解答 这个答案 第一题的答案是yes还是no 这个答案是yes 这个答案是yes 是指过几周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的进展 OK 所以答案是yes 那如果你想要看见真相 就在过几周之后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这个答案是yes还是no呢 这个答案是 好 这个答案是yes 我不用回答了吧 你自己看到这个是yes 但是这个yes是指你要有信心 好吗 你要有信心 这个答案才会是yes 好来 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答案是yes还是no 好 一二三 好来 请看一下 我靠你怎么抽到这么多 这个 有趣的牌卡 好来 第三个 这个答案是yes还是no呢 这下面呢 是指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答案是yes 他们说呢 你问的这个状况 或这个人事物呢 他们说你必须要能够 好像 这个 你得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或者是你得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那这个状况才会是好的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结果 或好的开始 或好的发展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yes 好吗 好来 以上呢 就是给处女座的这双周的能量牌卡解读 那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去看你们的留言 也会尽快在有空的时候回答你们的这个讯息 好了 非常感谢你 也欢迎来追踪我的IG 那也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